楼房的房顶长出了大树 你很难想象 眼前这座空城 在三十年前被称作小香港 当时的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它就是位于贵州单载的拱矿场遗址 鼎盛时期 这里的员工和家属高达两万人 这么繁华的地方 这么多人在这里生活和居住 为什么在三十年前 一夜之间就废弃了呢 大家好 现在我就在这座拱矿场的遗址这里 带大家进去探明一番 这里就是拱矿场的遗址 这里还有一个树像 好像头顶上是弄了一个手电筒 这里的环境是非常的漂亮 下方有一条河流 后面这里就是大面积的废弃的厂房 包括这边到处都是 这里是厂区 那么好像听当地的老人说 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那边有个隧道 他们的这个矿洞就在这个隧道里面 包括周围这些山上 到处都有矿洞 整个厂区内部是杂草重生 这个地方从这个墙体里面 长出来一棵石榴 这石榴接的还蛮多的 这边这一大片房屋的地方 主要就是厂区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核心的区域 应该是发电 还有重要的工程呢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儿呢有两个几十米的一个烟囱 那么看一下 这个楼啊 有五层高 五层高 这个楼顶呢 有没有看到 有两棵大松树在楼顶长出来 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它的种子从哪来的呀 就在这个楼顶 你看五层楼的楼顶长出了两棵大松树 从这条路开车上去呢 经过一个矿洞 那么那个矿洞里面说是有几十个分洞 走路呢不太敢走 里面漆黑一片 我们开车往里面过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穿过了前边这个山体 过去呢 那边好像是以前的那个监狱 哇这个 要进这个矿洞就感觉阴生生的 大家来看一下 就这么一点点洞 哎呦 真的是 感觉阴生生的啊 看 把这个远光打开 那么这个 洞穴呢 全部是人工弄的 啊 上边这些石头 都是人工一点一点凿的 还在 上面还在滴水 我天呐 我本来我是不太敢往里面开的 刚刚我看到有一个车开过去了 所以我也试一下 这个山体上面一直在滴水 从我们刚刚的隧洞穿过来呢 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厂区 可以看一下 这些房子呢 全部也都是废弃的 然后前方那儿那几栋高楼 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 那个地方呢 应该就是以前关犯人的地方 那么他们呢 也就在这儿干活 有的呢会分到那边去 从我们来的那个隧洞穿过去 在那边去干活 带大家逛了一圈啊 大家看到现在这里的景象 什么感觉 三十年前还是繁华如香港 如今切是一座废弃的城池 那么这里到底是如何废弃的呢 原来啊 丹寨拱矿是贵州省著名的拱矿 也是中国四大拱工业基地之一 矿区内的建筑风格也是多样化 有现代的 有苏式的 有晚清的 有民国时期的 这里也是研究中国近代 现代拱矿开采历史的重要佐证 早在汉代时期呢 这个地方就开始采朱砂 唐朝的时候呢 就开始练拱 清朝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建了水银厂 鼎盛时期呢 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啊 这个地方的人数达到一两万人 这里山上的矿洞啊 有上百个 当时的矿区面积有多大呢 一百八十平方公里 是不是非常的不得了 这里练出来的拱啊 远消亚洲 欧洲 美洲 等国家 当时也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 和国民经济建设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啊 随着这个矿资源的枯竭 开始出现亏损啊 一九九零年的时候呢 就转产建成了单载金拱矿 因生产成本过高啊 一九九一年呢 就停产 当然了 随着拱矿的枯竭 无法开采呢 住在这里的人 也全部回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陆陆续续 有几百年的开拱历史 社会影响深远啊 是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拱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也是珍贵的实物实料 实际上 我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些废弃建筑呢 只占到三分之一 应该山上有一些大部分的建筑呢 已经是坍塌 或者说在当时那个年代 有损毁一部分啊 2015年的五月份 这个地方被定为贵州省第五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可以说这个地方啊 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